虽然已经清醒过来 可她的脸色还是很苍白 加上额头上缠着厚重布条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憔悴了 她抬手轻抚上她滚烫的脸 眼里是满满的心疼 炫耀 我又让你受伤了 她挣扎着要起来 在墨景浩的阻止中撒娇道 我想赖在你怀里吗 墨景浩一睁 最终将她从床上轻轻抱起 揽进自己怀里 而后扯了棉被将她牢牢裹住 嗯 很温暖 她满足地围在她怀里 舒服地闭上眼 这一刻终于找到了安心的感觉 黄复尘找你 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事 我已经没事了 你要不要先去找她 她从她怀里探出头来 仰头询问 墨景浩摇头 如今在她眼里 没有什么事 比她更重要 没事 别担心 先把药喝了 她说着 扶了她靠坐着 而后端起药碗 咬了勺药汁 吹凉后 才送进她嘴里 楼玄影很温顺地张口喝下 很快 她把一碗的药都喝完了 乖乖地躺回床上 好了 我真的没事了 你快去找黄复尘吧 赶我走 她挑眉 没有 怕把风寒传染给你 下一刻 她的脸迅速靠近 双唇直接压上了她的 轻轻一吻后 在她唇边滴雨 不怕 楼玄影愣住了 反应过来后 突然狡黠一笑 手搂上她的脖子 将她的脑袋拉扯下来 凑上自己的唇 在她的唇上 辗转流连 既然她不怕 那就有难同当 把感冒传染给她 让她跟自己 一起难受好了 谁让庄心柔 是因为她 才那么狠 把她给推下壶的 若不是庄心柔 推她下壶 她又怎么会 被西非囚禁加妻呀 一切的源头 都是庄心柔 而庄心柔 是得不到墨景浩的爱 转为对自己的恨 始作俑者 还是墨景浩 她霸道地这样想着 更是在她唇上挑逗 甚至还偷偷把手 探进她的衣尖里 你这样使坏 我就当作是你暗示我 可以要了你 墨景浩挑眉 抓住她不安分的手的同时 掌握了主动权 加深了这个送上门的吻 撬开她的背齿 舌头探进她的口中 缠绕她的丁香小舌 快断气了 楼玄影逮着空隙 煞风景地求饶 她风寒鼻子正堵塞着 嘴巴又被封住 是真的呼吸不了 墨景浩满脸黑线的松口 是她主动勾引 却又突然委屈地 来了这么一句 不过 看着她拼命用小嘴吸气的 可怜模样 她又觉得心疼 她抬手揉上她的脑袋 疼惜地问 昨天发生什么事了 皇后的说法 是她离开了凤霞宫 可问遍了东南西北门的侍卫 都没见过她出宫 找了一天 她竟然一身狼狈地 躺在宫外的巷道里 昨天找到她那一刻 看到浑身是伤的她 她的心都揪在了一起 是皇后把你弄成这样 娄璇影摇头 飞进她怀里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这一刻才发现 有个人可以依靠 原来是这么幸福的事 不是 我跟皇后聊完 就离开凤霞宫了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娄璇影惊亮着大眼 再次摇头 不告诉你 墨景浩皱眉 将她从怀里拉了出来 紧盯着她的眼 为什么不说 你是不是受那人威胁了 以她的性子 别人要是招惹了她 她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明明受了这么重的伤回来 却什么都不肯说 你有什么顾虑 见她始终民嘴不语 墨景浩何等聪明 很快就想明白了 难道是庄心柔 她对你动了手 娄璇影笑了 猜到一半 不管哪个敌人 她都不想墨景浩插手 敢那么领虐她 就要做好准备 被她报复回来 她可不是会忍气吞声的主 如果是她 你会怎么做 墨景浩从猜到庄心柔后 皱着的眉头 始终没有舒展开 听见她的问话 她张口欲言 却又迟疑了 她能做什么 就知道你是这种反应 好了 这是我跟庄心柔 两人之间的事 与你无关 到时候 不管我做什么 我希望你不要插手 当然 如果你要插手也可以 但是墨景浩 你要插手前先想好了 是我 还是她 她跟庄心柔注定是宿敌 就好比墨景浩和义军迁 但凡谁插了手 必定会伤害其中一方 玄涌 将心比心 如果你和义军迁对上了 你会愿意我维护她 墨景浩沉默了 她确实无法抉择 如果问自己的心 她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自己 她喜欢的是楼玄影 可她对庄心柔 有道义上的责任 她是她师父的女儿 师母在追随师父而去之前 更是把她托付给了她 看着她的为难 她撇嘴 就知道是这种结果 她推开她 自己钻回被窝里 故意与她斗气 你走吧 我要休息了 墨景浩一脸肃然 看了她许久 叹气道 玄涌 你准备 跟我欧气 就是不想跟你欧气 才让你走的 你要留下来 万一我生气 跟你吵起来 说话口不择言 特别是她现在 头脑还不是特别清醒 再想到昨日 被庄心柔和西妃欺负 她就有气 她能体谅墨景浩的心情 可心里还是有芥蒂 就怕忍不住 把气撒塌身上 在没找到解决之策之前 但凡庄心柔和义军谦的话题 他们还是避开为好 好 你好好休息 我晚点再过来看你 墨景浩无奈 只能选择离开 娄显影背着身子 没再转身 直到墨景浩离开 她才睁眼叹气 横根在她和墨景浩之间的问题 其实还很多 她发现自己随心答应 跟她在一起是错的 她无法说服自己 跟其他女人分享她 面对庄心柔和义军谦的问题 他们连坦诚面对都做不到 如此下去 他们如何能走远 轩影 听到墨景浩离的声音传来 楼轩影从床上爬坐起来 喝吗 吃点东西吧 嗯 她确实饿了 这么多天以来 只在昨天吃了碗难以下咽 还掺了毒药的饭菜 她伸手要接过 墨景浩离手中的饭菜 可月里看着她左臂的伤很不忍 你手上有伤 我喂你翅膀 她的伤口本来就深 没养好就碰到了水 已经感染了 伤口上血肉模糊 即使她不说 但肯定会很疼 没事 不是什么大伤 我还有一只手是碗好的吗 楼轩影笑了笑 接过了她手中的碗 忍着疼 艰难地慢慢吃下